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韩国他们自己青瓦台那边所做的最新的民调 出现了一个很特异的现象 就是因为尹锡悦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到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的讲话就是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吗 其实引起了民众很大的不满 认为他有点冷血 对 他在网路上被骂翻了 可是您说他们最新的民调却显示他的支持度不降反升 对 那个我们都知道这尹锡悦 他目前的民调相当低 大概在差不多30%左右 他应该是南韩的这个大统领的总统 在上任之初 少数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那他的民调就一直降 但是他这一次在这个 离泰院的事故 离泰院事故之后 做的一个紧急的民调 他大概回弹了大概5%左右 所以他现在大概从30%回弹到35% 回弹5%蛮高的 而且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回升 所以他们也分析了 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可能跟尹锡悦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初 那他有展现这样的一种这个效率 立刻的决断 那让这个韩国人 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这种紧急事态的时候 那基本上他是有决策能力 然后指挥落地 所以他的民调这个稍微的这个回复 不过这个应该只是在事件之初的一个民调 那之后他如何的去展开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调查 然后给这个韩国人 这个特别这些罹难者或伤者 一个交代 那这个可能这个才会是这个最后啊 这个韩国人去检验 他在这个事件处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绩效 那当然同时也验证 他在国阵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事实上他的民调蛮低的啦 那如果还要再低的话也低不到哪里去 那这样的一件事件事上这个有一些韩国的分析者 也认为就是说 这个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危机 也是一件这个对韩国人而言是惨案 但是这个如果他处理的好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让他在整个这个声望上面啊 这有机会啊这个呃 直写反弹 这个就反弹 那那那不过就是说这这个呃 未来这还是要看他这个在在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不要再像过像前两天啊 呃他这个法官的这样的法朝的这种特性啊 那讲话比较没有温度 那有时候让这个呃 人家听起来就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情 然后蛮冷血的 嗯 那那那所以呃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当然在韩国呃 这之前似乎也有这类似的这个像像像这个呃 在普京会 对四月号 四月号 那我们四月号 当然他他就处理的不好 所以他后来也造成他的一个政权啊 这个在支持度上面拼命的往下走 嗯对 这四月号对于普京会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 呃一个事件哈 没有因为尹锡悦啊 他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 他说就是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嘛 然后被这个骂翻了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他很冷血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他是因为他是检察官出身哈 所以说他的那个感觉到现场上面那个语言 就好像这个检察官在勘验现场 对在侦办案件 对在勘验现场 在搜证 嗯嗯嗯 对他他应该这个是他职业病啊 对就是很直接的这种反应啊 就缺乏了这个呃 因为这么大的这个事情哈 嗯 你缺乏了一个人的这个温度哈 所以让这个呃韩国的这个民众看了看起来呢 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啊 但是呢呃回到这个事件刚这个事件 重大的灾难传出来之后呢 他人本来在呃国外访问嘛啊 然后很快的呢 赶赶回来啊 然后下达了一些很清楚的这种指示啊 所以可能在就不知道他们这个呃民调所做的这个时间 所以很可能在呃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大家看到一个很混乱的这个局面 出出稳定下来之后 他们应该是在很紧急的啊 很短暂的时间的做 所以反而呢 对于这个尹熙悦的哦 那个肯定这个上升这个百分之五 其实是还蛮巨大的 而且他从来没有上升过 他在在就任以来就一路的就往下掉 那那他这个这民调结果 事实上韩国媒体也觉得蛮意外的 那竟然在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呃 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公安事件之后 那呃他的民调可以回谈 嗯这个韩国在呃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老师刚才讲到这个蒲警惠的四月号啊 不过这些四月号的这个性质 跟这个也有一些很大差异 然后另外就是说蒲警惠 他在这个面对这个四月号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拯救的速度的确是 呃的确是慢 那个在可能在搜救上 真的那个也比较困难 嗯那而且就是说 他们在那个船身这个呃 开始倾斜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及时的去出去疏散 嗯他们在船里面的 还可能就是说能够紧急逃生的这些人 然后当时他们船上的一个广播是叫他们在那个地方不要不要动 嗯然后去去去等待救援 但是问题是那艘船 这个没有多久基本上就整个倾斜掉 嗯然后翻覆掉 那那艘船基本上可能在船身 他们以前是这个一艘改造的这个船 好在船身结构上面 那后来也有传出这个可能在设计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等等这些 那不过就是说他这一次当然是不一样 他这次是在一个这种万圣节 那个我们实际上万圣节是跟我们基督宗教有关的一个节日 那不过现在的万圣节 我们都已经这个用台语讲用走味去 都走味了 味道整个走掉了 实际上万圣节 他不应该被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 这个去做这样的一种行销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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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装 或者操作那那完全已经没有让人家秀不到任何在在在宗教上面 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对过去的那种这种就是那种 就等于是对仙人 甚至于就是这个在我们天主教 这学姐也是我们辅大这个毕业的 我们天主教基本上这种诸圣解 但这是翻译的一个问题 那是对在天上的圣人 那的一个这样的我们我们我们透过祈祷 然后这个当然去去去感谢 然后也也等于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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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参礼 那我们去肯定这些这个圣人在过去这个 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付出贡献 那可是现在基本上大概没有人也会再回去这个诸圣节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事实上在诸圣节结束就在我们录这个今天 这个我们节目的今天 事实上这个11月开始对不对 那个我们天主教是炼灵月 那炼灵月的话这个 在今天事实上我们是追师以王节 那追师以王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认为说我们这个基督宗教是西方的宗教 事实上这基督宗教是发源于亚洲 我经常在提醒这个学生 耶稣是亚洲人 对不对 那那个他讲的去跟外邦人宣讲 那这外邦人基本上是罗马人 对不对 这当时这耶稣升天之后 他的中途对不对 经由马其顿 然后进入欧洲 那是这个圣伯多路 这个我们的我们的第一代的这个教宗 那他们的进入这个欧洲去去去宣教 那不过这个似乎后来基督宗教 被认为是一个好像是是是属于欧洲的宗教 当然这也对啦 那个他那那那不过就是说 事实上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 那很多东西事实上 这个也并不那么的这个跟我们东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 是是是是这个不能够结合的 事实上比方讲 那个对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祖先 或是对于曾经 呃这个呃贡献过我们人类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人 那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 我们都会这个呃呃实时怀念他感谢他 那而且透过祈祷跟他们这个我们讲的诸圣相通宫 那那那那所以我们也我们也经常会起会会会透过祈祷 希望这个天上的这些圣人也为我们祈祷 事实上在炼灵乐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旅途当中 我们现在在旅途当中的教会 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迈向天国 可是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炼禁旗 那我们就是炼灵乐就是为这些王者在炼禁旗的这些王者 我们起我们帮他祈祷 那希望他们能够提这个早日啊 这个荣灯天国 然后到天国去享受这个天主给他们的一个福乐 这是一个有这有点像我们 这个就是清明节 对我们这个以王的这些亲友甚至不认识的人 追思追悼 对对对对 那个去追悼 又像我们中元节我们中元节普渡嘛 对所有的王者我们不分认识不认识 我们都为他祈福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蛮温馨的 而且是这种这种 这个让人家能够感恩的这样的一个 而不应该只是就是说一种狂欢 一种一种狂欢 或者是说这种打扮化妆 然后去去去去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激情 那那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这年轻人 这或许他们这个有他们自己的这种庆祝 这种节日的一个方式 不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节日到到到后来 我有时候我们从宗教来看的话 已经嗅不到宗教的这个味道 那只有剩下这个 就是扮装啊搞怪啊 然后小朋友去要糖果啊 所以说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为王者布施糖果 他有说在欧洲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习俗 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 对那个事实上那个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真的 真的就很像我们中国的亲民 亲民节 对亲民那这个 那那那当然他们在仪式上不一样 像明天在辅仁的这个金星堂 事实上有一台弥撒 那通常这个神父在弥撒之前 也会这个邀请这个所有的人 这个来这个望弥撒 那通常他会讲说 如果你有这个要为这个 以王的这个亲友祈祷 你可以带他的相片到圣堂来 那所以事实上那个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为我们的亲友 那在这个炼禁旗 那我们也这个不忘他们 那那希望他们早日脱离这个炼禁 能够能够到天国 是这个谢谢这个何思任教授呢 为我们上了一课 而且现在这个 所以我们玩就是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现在呢 整个万圣节呢 他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资本主义下的一个活动 一个很欢庆的活动 跟圣诞节有点像 对然后其实这个韩国呢 他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呢 非常普遍的一个国家 他的教友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在这一次的 这万圣节的活动上面的时候 跟其实跟宗教的关系 很淡很淡了 这个对于韩国人来讲呢 他们在经过了漫长的 这个疫情期之后呢 终于这个解封了 在户外呢不用戴口罩 一个狂欢的 一个狂欢的 欢乐的一个聚会的活动 就演变成这么样的一个惨剧 实在是非常的令人觉得悲伤 然后影席院呢 能不能够通过呢 这一次这个重大灾难的考验 对于未来 他其实才刚上任没多久 对于他这个未来的这个执政 影响是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现在呢 东北亚的这个局势 这么的紧张的一个态势之下 北韩的动作又非常的多 所以接下来的考验呢 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继续请何思胜教授 为我们来进行分析 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呢 是辅大日文系教授 何思胜老师啊 为我们来分析呢 最新的东北亚的这个形式啊 我们刚才呢 谈到这个黎泰院的悲剧的事故呢 对于尹习悦来说呢 是一个严酷的啊 非常严厉的 在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验啊 因为现在呢 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形式呢 其实并不平静啊 这个朝鲜呢 在之前的时候呢 连续发射这个飞弹啊 发射这个导弹 然后他对于在韩美之间呢 举行的这个演习啊 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呢 警戒风暴 对不对啊 护国军演啊 17号到28号呢 他们举行了护国军演之后呢 接下来呢 又要这个启动呢 这个所谓的警戒风暴 韩国呢 通讯社啊 今天呢 发出了消息 就是北韩啊 呃 在呃 发表了一个最 外务省的发言人 发表了最新的谈话啊 就说 嗯 如果美国继续军事挑衅 将考虑采取下一步的加强版措施啊 呃 韩国在 呃 朝鲜 他在 嗯 南韩发生不幸离泰院事件之后呢 就有 静默了 这么 静默了几天啊 然后今天呢 呃又对于呃他们韩美之间即将展开的这个警戒风暴又发出了这种比较呃挑衅式的这个语言哦 您看这个朝鲜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动作 当然韩现在的美韩呃这个军演的那个呃呃大概从九月九月开始哈 然后大概会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呃这段时间 从十月从十月开始 大概就是他们所谓的士兵演习 对对对 那那他们这个 呃呃 北韩当然这个对这样的一个士兵演习他们认为 那呃呃这个不管是这个从呃对南韩的一个角度或者是对对美国的角度这个都跟这个过这过去呃韩美这个对北的这样一个政策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差我们就知道以前这个呃呃呃在在文在寅总统的时候基本上他他他大概他维持跟韩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 可是他在这个美韩军演习上他说小规模 所谓的行为人选对就应推那那那那几乎几乎这种大规模的士兵演习已经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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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那今年当然这不一样那当然这也跟整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势有关哈那换句话说这个还有跟这个影席乐的策略也有关系啊对对那那而且这个北韩 而且北韩的他的这个行动就随着呃韩美之间比如他们要加强这个呃威慈哈对对对军事威慈力军事威慈力然后所以有关系嘛所以他这个韩北朝鲜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哇发射了这么多发射了这么多枚这个呃导弹啊所以他的针对性的这个意味很强那大家现在当然就是很关注的就说呃在这一次他呃美韩之间的啊他们这个警戒风暴的演习一方面呢据说呃美国呢 会派出嗯B1会派出这个呃B1这个轰轰轰炸机哈然后来参与这个演习然后现在大家也在关心到底朝鲜会不会呃再进一步的进行核式社对那就是第七次的这个核式核式核式对那不是核式社核式这已经传传了很久了哈那那那过去我们这个也看到有一些这个预测大概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那北韩 可能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第七次的一个核的核式但他是要验证就是说呃这种他现在发展都是小当量的核武啦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战略核武他不是像这个呃中国大陆俄国或者是美国哈这种这种所谓的这种这种这杀伤力这个极大的这种战略他他基本上他都是这种战术核武那那那他当然呃呃还需不需要这第七次的这个核式那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会进行我认为这个背后北京的这样一个态度是蛮重要的那呃呃现在对于这个北韩进行核式这个可能不是只有这个美这美国或日本呃或南韩跳出来这个反对哈那个中国事实上也不乐见这个现在的这个北韩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第七次的呃这核式实验 嗯那过在过去北韩在这个从在时间事实上就跟美韩军事演习在是扣在一起哦你看美韩军事演习启动之后他就拼命的在九月下旬就拼命的开始在整整个从九月一直到这二十大之前他有安静了一阵子嗯但是二十大结束之后他确实又开始这个做飞弹的一个试射嗯那那飞弹试射基本上当然在联合国里面有讨论要不要制裁北韩加大制裁哦那可是这个这些案子基本上都被这个俄罗斯 这最主要是中国这个把他这个给挡下来哦换句话说这个试射这件事情基本上这个北京可能还呃不会这个出手去制止哦可是如果说第七次核式的话我觉得这可能连北京呢这个呃也不会这个呃支持他那所以对现在这个这个这让北韩他也很聪明他当然他会省时度是看整个未来的这个美中俄的这个 三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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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他的这种这种这种博弈哈呃事实上他是富贵险中求我认为这北韩他也没那么笨他他应该也不会发动这个对南韩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攻击嗯而他呃我认为他还是这个想要创造这个就是说跟美国对话的一个机会而且甚至于就是说他根本只想跟美国对话嗯他跟这个跟日本或者这个他认为呃呃呃 呃呃六边会谈这或许这个呃现在拜登总统也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提法哈不过呃对北韩而言的话六方会谈这里面有太多这个这个呃呃就是说呃他不想这个跟他谈的人特别特别是专门指的是日本日本对那那那所以就说不可能就是说现在六方会谈几乎没有办法他没办法而且现在中俄美之间的关系也很坏嗯所以就说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让拜登 这个跳出来然后来跟他进行这个双边不过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拜登他也不想要这个呃呃去延续这个过我觉得拜登他们有点吃死这个金正恩觉得说他们不敢才他们虽然一直不断的试射飞试射导弹啊其实他的意图跟讯息非常的清楚了对美国啦对对对对他的意图和讯息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理他啊然后就呃呃 所以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呢其实他们在继续这样子冷淡对待下去啊不知道会不会他就冷处理他哎可是知道不知道会不会逼这个呃金正恩采取一些嗯很极端的这个手段其实金正恩到最后如果要美国出手的话就是或者他真的手上有这个东西ICBM就是试射这个这射程超过八千八千公里的ICBM那这个影响的效应就非常大了那如果这个的话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那他就忍不下去了嗯那那那那所以就是说但是从目前来看是美国忍不下去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也不不是谈吧哈哈哈哈可能嗯朝鲜会招致空前的这个报复虽然朝鲜之前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硬啦哈因为的确他们也被制裁了这么久了哈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怕他们也不怕为什么因为这种极限施压他他现在就极限施压了是的嗯那对北韩而言的话你在极限也极限不到哪里去啊嗯嗯 反正你已经用尽所有的一个方法当然北韩还是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嗯那这个呃换言之就是说现在基本上也也没有困使北韩而且北韩基本上在这个粮食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渔船就出去他就在海里面抓鱼嘛而且这个整个渔获是他们北韩的这种人民这种去获得蛋白质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那那北韩也不会不会真的就是进入到那种就是说饥饿的这种状况啊从目前看起来 非常大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美国我我认为这拜登在在下来当然要看他这个整个其中选举那其中选举完之后这个呃他到底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这跛脚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如果他变成跛脚的话对北韩而言的话对你这个弱势的一个总统呢我相信北韩也不会很认真的跟你来这个呃进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我觉得美国他就是很强 他措施的时机啊可是这就是很吊诡的地方你不跟美国谈这个事情也就你不跟美国谈或美国不跟你谈这个事情呢他就没有他就没有这个解决的可能性哎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呢很棘手的地方啊就说拜登呢他就算是跛脚他还是美国总统对他还是有他还是有这么呃巨大的力量美国手上的工具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这也就是在这个国际 政治上面呢嗯这个很现实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看到在这个日本方面呢也在应对越来越呃紧绷的啊呃整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啊还有这个两岸的形势呢所以呢他们现在呢是认真的在讨论所谓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好他就在讨论就说到底要不要修改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这个关键性很重要在于讨论说呃到底日本是呃有没有有没有反击是不是那个是最高的纲领性的文件那过去日本基本上在防卫在在在防卫的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大概就只有看到他大概差不多是五年哈呃如果有政党轮替的时候他他他他修改的这个期程会稍微缩短那正常的话就是五年修改一次的所谓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以及根据这大纲而来的 中期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呃建军计划嗯那但是在这个上面事实上在十年前呢他们弄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全保障战略那这个是一个纲领性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他指导的底下的这两个这文件还有这个纲领性文件当然也也会接触这个美国这个等于是美军跟这个呃自卫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上面的这种关系嗯那那那所以他们 呃呃今年大概走到这说十年是他他他们也预定了十年要修一次了所以岸田就接下这个棒子那在这次的一个修订里面可能就是会会导入一个过去在智慧队里面这不曾这个看到的就因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岸田把讲之把它称之为叫做反击能力的事实上这反击能力是一个修辞他就是以前安倍讲的甚至于就石破茂讲的那个就对敌基地攻击 能力嗯那这个这个这个跟过去智慧队的这样的一种定位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智慧队过去的话基本上他他是要在日本的领土领海跟领空遭受到攻击的时候而且穷尽一切之办法嗯都没有办法排除那最后不得已的不得已然后他才能够行使武力而且这武力要所谓的这种最小限度嗯那事实上就是说日本的和平宪法来看的话是他的反击是怎么反击这个 他他现在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不用等你打我那只要我确定你有这样的一种意图我就可以采取这种这种这种先发制人的一个攻击所以他就会采取第一级啰对那那那这个当然这个很突破那当然很突破啊因为现在日本他们在讨论的就是说你怎么确定人家有这个意图嗯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还有你的情报如果错误呢嗯因为这个这样的一种能力的一个建立很重要就是在情报 情报的一个这个确定上面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情报是假的或是你是误判的话那这个这个根本你每你日本是超限了对不对那个就是说这个呃也不这不只是这和平宪法的问题任何国家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对对对一个还没有攻击你的国家你先做这个攻击的话那这个这个在未来日本的这种这种安保跟跟外交上面吼那这个会 引起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争议就比如说像这个八月四号的时候呃大陆对台湾这个军演然后有这个飞弹呢掉到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那这个如果说他们未来修改他们的国防安全战略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日本就他已经掉他还不是感觉到威胁哦而是他的飞弹呢就是在我的经济海域他就可以对于中国发出当然经济海域 所以事实上不是林海了这不行对啊这不是林海然后他那个里面他这个比这个比你感觉这个比你感觉到有威胁具体吧那但是日本他们认为就说我这种能力不见得要用之我建立了这种能力之后我对你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呃威慑的这个能力那你你就比较这个不敢对我这个实施这样的一种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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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军事打击可是老师就说如果说做如果 如果说做这样子的转变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啊呃现在呢就是美国啊美国呢他从来都不承诺呢他不采取第一级特别像核武啦对他对对对他从来都不承诺他不采取第一级他也是这样他也就是说他只要呢就是呃他有遭遇到攻击的危险性的时候他就会他就会主动采取行动日本要这样日本这能力的话他认为是让他指的就是大 但是这个现在的岸田他也很聪明他在整个经济安保或这种军事安保上面哈他比较不会去这个等于是点名哪个国家然后这个让让让让这个法案哈这个变成是有针对性或者政策是有针对性但是我们都当然都知道他讲这些应该也不是只有是对北韩那那更重要是对对中国那这里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飞弹的一个数量当然是这个远远超过这个日本他能够这个等于是去 一一打击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这个未来这个能力的一个建立的时候怎么办他不可能就是说针对所有而且中国的飞弹在哪边他会移动的你没你你也很难这个就是说真的去实施这种就可能对你日本这种要攻击你日本的一个飞弹基地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精准打击的一个动作所以他这他这个未来这个能力的话他他讲他还包括一个就是对对这样的一个敌方他要去打他的这种司令部 换句话说去打他的一个权力中枢了那那那那那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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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事实上如果如果是以中国来讲的话等于是要打北京一样的那这个当然这个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倡议的话这个可能影响的就不是只有这个自卫队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宪法第九条上面已经踩了红线那甚至于这在外交上面都会引起非常非常重大中日之间非常重大的问题 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何思胜教授为我们深入的分析先进广告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请教这个何教授啊 嗯何思胜老师就是现在这个日本讨论的有关于修改他们的国家安全这个战略这个问 保障战略啊他有可能有可能成功吗 嗯似乎从政治呃 来看的话现在好像势在必行 哦真的啊那 哦所以气候那么的成熟啊 而且而且应该会在今年就就就完成这件事情哦 呃虽然岸田他在整个这个外交跟安保上面 他似乎没有像安倍哈这呃呃呃呃这么的一个这种鹰派他是他是被定位在比较是属于鸽派的那比较鸽派的而且他比较重视经济那他促成这么重大的转变那不不应吗 不过不过现在事实上就是说整个这国际如果实现了气候还有包括整个这个安倍事实上说安倍所遗留下来的不管叫做资产或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包袱的话 他大概他也我认为他在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上面可能也挡不住而且民意也确实明显的感受到中国或是北韩带给日本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一个威胁 那问题是很多日本的这种这种这种这些问题的讨论他们是回到依法论法特别是一些法学的这些学者或是宪法学者那我们只要读一下日本的这个宪法大家就知道 你看那日本日本他讲这第九条他讲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后面还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那但是他现在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击能力或者是以前安倍比较讲白话文就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话那这基本上这个跟宪法第九条你根本很难解释的通啊 因为这个安倍这就是用武力威胁啦对没错而且这个安倍讲对敌对敌基地什么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个比较准确对啊因为他这个不是反击耶他这个是先发制人先发制人对啊这个就是石破帽像石破帽讲这个他是石破帽是在日本安保上面最早提出这个这个所谓的先生攻击就是先制攻击我们叫翻成叫先发制人攻击嗯这是这个如果我们去看文献的话最早是在石破帽 他在这个担任还不是这个防卫大臣哦那个时候还是这个还是叫就防卫厅的时候还没有还没有变成省的时候他就这个这个讲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倡议就是日本要在整个这种这种这种防卫能力上面或是在军事能力上面是让他们要做自卫队转型啊以前自卫队基本上这个他跟美军之间就是我们经常用矛跟盾嘛哦 就是美军扮演毛日本扮演盾盾就是防守嗯可是未来的这个自卫队基本上如果这个能力建立的话那他整个就他变成是一个攻守攻守俱加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武力过去就不完全不一样日本要做这样的转变的话背后一定美国要开绿灯啊当然对啊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在这个美国开绿灯的情形之下才会进行这个讨论啊哈就等于是说美国要在这个大陆这个周边哈 就部署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威责网啊你看他在嗯澳洲现在也要安排这个进驻啊可以在核弹头的对那个B52轰炸机对这样去然后所以那现在呢如果说日本也做这个重大转变的话那影响非常的这个巨大啊呃岸田呢他还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集团题他也要跟那个习近平会晤啊 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哈因为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怎么会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特别美中之间啊我平常讲啊你这个三天一小骂五天一大骂美中对对美中之间但他们还是要会啊对可是好像我们在讲从从目前看起来的话是这个这包括已经确定在继续这个主导中国外交而且大概在网上再跳一格去接替杨洁篪的王毅 他跟这个布林肯在昨天通话听说通话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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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还不错哈而且他们这个呃事后这个他们对外的一个发言认为说这场这个这个这通话极为专业那换言之就是他们有这个呃呃双方应该都有这个意愿哈在这个呃今年的这个可能是G20吧呃就这个让这个呃两国的领导人实体见面 因为这个终于要见面这拜登这个上来以后他已经他任期已经要过半了但是都还没有这个见到这个呃这习近平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会面这个成这个成为事实的话我认为日本他也会有紧张感所以日本他当然他不会落后嗯那个他在外交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当美中有突破的时候他一定要赶上因为因为他最怕这个这个被吊在车站对不对那个爸爸上车了然后结果结果他他变成流浪了对 对不对然后被放在这个失误招领处这个就完蛋这个日本的这种焦虑感是很清楚的哈所以当初当这个季星级呢到了这个呃到中国大陆去了之后他们就很担心就是美国呢在政策上面转向啊要跟呃中国这个建交呢他们就被落对了啊所以他们就急急的呢呃跟这个中国谈这个关系正常化啊所以这个日本就跑在非常的前面啊就跟而且跑得比美国还快啊快很多 快很多快很多好就跟那个中国大陆建交所以他这次也是一样对不对当然他绝对不会就是说当美中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触的时候那岸田岸田事实上已经讲了好讲了好讲了很多遍可是我认为对中国来讲的话他跟美国这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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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定的话他他不想跟你日本这个去做这样的一个谈判那那所以他一定是先把美中先这个弄敲个定音锤 那在在在在这个之后这个这中日来谈的时候其实才会比较有有他的一个意义是而且您您也您这个日本专家啊您看这个中国在对待这个日本的时候那个也非常的清楚啊呃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呢其实就是希望双方呢不要正面对决好然后保持的那个呃呃和的那个态度呢其实是那蛮意向蛮清楚的可是在对日本大陆的姿态 应该就比较高呃当然这里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从历史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情绪啦那但是如果说而且特别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就中日两国人民的这种对对对方的这种这种这种影运来看不要说现在的这个不要我们不要认为说现在美中关系很坏事实上在在这种就是对美国人的这种这种影运可能还比对日本的影运要来的正向一点你说中国对对对哪怕 而且美中上面是美中关系很困难是我们美中关系呢在台面上看到很多呃就是呃美国对于中国所施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啊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呢呃在拜呃拜登他不是之前的时候见了在大陆二十大之后他见了呃奥斯顶啊美国国防部长这些人他强调说无意义冲突嘛跟中国无意义冲突 然后呃习近平呢也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个联合会上的那个性贺信里面哈也特别强调这个中美关系要有要要进行一个比较正常的哈这样子一个沟通然后就说他们想要在学界的这个部分现在的气氛呢也交流上面松松反松缓很多可是跟日本就今年明明就是这个双方关系正常化五十年他们还是有大气候很不好最有所谓的 那种就是他们的学术研讨会啦有啦也拉了好几场那这个这有时候他们在日本办的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进去听哈因为在日本办嘛那那那那那他的这种机敏性就没那么的高嗯那我也听了几场那个那所以就是说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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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透过经济经济界最主要是金团联嗯这个时昌会长啊这个在后面这个穿针引线嗯那不过就是说经济经济现在大概是拉住中日关系不认为刚刚我们讨论的就是说在 在年底啊这样的一个这种会面这个这种呃呃中日手脑会呃中日手中日手脑会之后那在岸田他还是会在这个应该是十一十二月他还是按照时程会推出这个新的这个安保三文件那这个三文件里面如果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建立成为这个文件里面这个未来日本建军要去走的一个方向的话这个还是会对未来的一个中日关系啊这个埋下了一个这种非常不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未来这个日本这个能力的建立刚刚学姐讲到重点就是说美国事实上是是是是是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因为日本呢我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日本事实上他现在在情报征收上面他需要仰赖美军嗯而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话如果日本自己有这个能力可是他在情报征收上面哈我这个呃他的能力啊这个没有没有建立 建立起来说那这个对敌对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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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种意图的一个确定要是要谁给我认为这就很吊诡这可能就是将来美国认为你说中国大陆或北韩他要忙够那那那那那那那以前应该是美国自己出手啊美国是毛嘛可是未来可能就改变了就是说这美国知道中国大陆或者是北韩要干大事了 那这个先叫日本啊这个这个来采取这样一个那这个对日本而言的话那日本日本国民可能也蛮担心的日本会不会卷入这样的一种哈这种这种这种冲突或者是战争里面而且对于这个有侵略有侵略历史的这个日本来讲他这样的举措这是一个很具有很具有重大威胁性的一个挑衅如果如果日本做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大不可说实我觉得再怎么样中国这个可能会变成 是一个东亚的这种全面性的战争是这是一种核弹这个核弹籍的一个改变啊非常谢谢何思任教授的分析谢谢何老师谢谢